2015年2月4日 复兴航空235號班機 起飛後失去動力 在迫降的途中 機身側翻90度 機翼衝撞環東高架橋 墜毀在基隆河面 而機上58人 僅有15人生還 而一度被媒體譽為 舍命避開人口溺跡區的 英雄機長 結局竟然是 戲劇性的大翻轉 人生無常 永遠猜不透 是明天先到 還是意外先來 我是蔡秉鴻 今天的主題 我們又要來講 民航機墜機的案件 不過這幾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搭飛機的次數 應該是少很多了 所以也是不用太害怕 可是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2014年到2015年 被人家說是吉溫年 因為光是在台灣 7個月的時間 復兴航空就掉了兩架飛機 而2015年的這次 最為聳動 因為以前 從來沒有人 有這麼近的直擊飛機 墜機的瞬間畫面 一台計程車的車頭 直接被機翼給消掉 而這名命大的小黃司機 第一時間回報給公司 說他被飛機打到了 可是一開始 電話的另一頭 沒有人想起他 還以為他只是 被遙控飛機給砸到 一直到新聞出現之後 大家才知道 哇 這飛機是 真的掉下來了嗎 你好 你好 我是1098 把有一台小飛機掉下來 打到我的車了 那飛機掉到那個系統河裡面去 我在環東大樓上 幫我掉舊物車 1098 你... 你... 你在環島 你等一下... 你好 我是1098 我剛剛上環東 接著到我們的客人上環東 走上來的時候 那個一台飛機會過來砸到我 遙控飛機 對 整個車子都爛掉了 遙控飛機 對 不是遙控飛機 是有人駕駛的小型飛機 蛤 那有人在網嗎 他整個車道基隆德去的 是喔 被飛機撞到竟然沒死 是真的可以拿來說嘴下半輩子 而且這個墜機畫面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目擊到 因為飛機低空掠過了人口密集區 還差一點就要撞上某天大樓 飛機在墜落之前 差一點撞上南港經貿二路 這一棟二十層樓高的大樓 你看這附近的 都是密集人口的住宅區 還好當時飛機 飛到這個大樓上控的時候 已經傾斜飛行擦身而過 他怕這個什麼死的 警察叫我報案 警察跟他說 是遙控飛機嗎 他就從頭上去 拍照一聲多大聲 就一定要是蹦一聲很大聲 你看蹦一聲 然後就直接進去了 他閃房子的 他退去高原 有沒有 我就看著他慢慢的 讓他一直下去 然後他怎麼離地面那麼近 還是撤著飛 然後我就看到 因為我在一高往基隆的方向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 我就想要撤著飛 我趕快從慢車道切到 中間車道 就看到那個水花整個漸起來 可以漸到一高都看得到 然後再往前一點 我看就看到機身 趕快在基隆河那邊 這是台灣航空史上頭一遭 民航機載著58人 栽進了基隆河內 而復興航空編號B22816 G1235班機 在2月4號的早上10點52分 從松山機場起飛 原本應該要升高到15000尺 往南朝金門前進 才起飛15秒 機長就發現引擎不對勁 飛機無法再加速 反而逐步下降 一分多鐘後緊急求救 可是無線電的那一頭 卻再也沒人回復 沒得也沒得 通常我們會再加一句 Request Runway Heading 請求保持跑到航向爬升 Decair Emergency 宣布緊急狀態 這個的話 Decair Emergency 一講出來的話 馬上所有在空的飛機 從上這個頻道的飛機 通通會安靜下來 因為你優先 因為你快要那個 快要掛點 235號班機 雙疫情失去動力之後 不斷的往下墜落 但底下是人口的密集地區 如果就這樣墜落 肯定會造成大規模的傷亡 而從班機墜落前的路線來看 它先是閃過了昆陽捷運站 以及東湖區域 接著在低空掠過工商大樓 密集的南港科學園區域 而機長再將飛機的位置 拉回基隆河上 試圖要迫降在河面上 此時飛行的高度 已經不足200英時 也就是不到60公尺 接著機翼衝撞了環東大道 最後以側翻90度的角度 墜落基隆河當中 235號班機 重重的墜入了基隆河 而前半段解體沈沒 只剩下後半段還浮在水面上 殘骸是四散在基隆河當中 而潛水人員是不斷的潛入水中 搜尋可能昇華的乘客 因為機身變形 很多的椅子都變形 還有行李箱都掉下來 所以我們收舊的只能夠一個兩個人進去 座艙是陷在底部 而且都是泥泥 由於墜機時機頭栽進了河底的淤泥 因此機艙是全部進水 但機艙本身是非常狹窄 而且入水後的視線非常差 難以活動 而且幾乎有半數以上的乘客 都是撞擊的瞬間昏迷了過去 再被灌入機艙的河水給一滴 而湍急的水流也把部分罹難者的遺體 以及行李 客機殘骸等等 帶往下游去 而救難人員是拉起了攔截網 同時派遣潛水人員下水搜尋 背上氧氣筒扣起 安全扣環 準備好 椅子準備好 主張完畢進行下水前 最後檢查 兩人一組背面下水 任務正式開始 再看有沒有鋼手可以固定這個機的 有 有 大顆的橋 市館長透過對講機指揮調度 全程緊定 潛水員一旁更有橡皮艇 隨時standby 復興航空墜落基隆河 由於河水暗流強勁 水底視線更是不到30公分 水下搜救任務相當艱鉅 我看到一堆大體石 就是心裡是非常難過的 我們的訓練 就是要讓我們接受這些任務 然後我們也迎接這些挑戰 我們能見度這麼低的水域 其實要下去做搜索的動作 其實對於每一位潛水員 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復興航空墜機後四個小時 出動怪手破壞河堤 就為了讓大型吊車進入 但時事地點在水的正中央 距離岸邊還有段距離 消防隊只能靠小艇來回搜尋 增加救援的難度以及時間 因此國軍就出動了M3浮門橋車 這是一款自走式的兩棲駕橋車輛 主要用於坦克以及其他的車輛 跨越水流障礙 也常被用來救災 更有變形金剛的這個外號 橋環6.5公尺可載重35噸 一架造價要7000萬元以上 這次的任務就是幫忙搭載 大型的吊車等等的重型機具 開始進行機艙殘骸的回收過夜 而上半名的搜救人員 圍繞在被拖傷害的機身 先是發現了兩名罹難者 而接著又在下游發現一具遺體 而經過一番折騰之後 終於將機殼給吊起 而原先一直搜尋不到機殼的遺體 也一併尋獲了 因為遺體就卡在機殼上 是被吊車給吊了起來 機頭殘骸被吊車緩緩吊起 機長的遺體被卡在零件之間 懸掛半空 機長廖建宗的父親 更從南投北上痛心不已 機長 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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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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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體超過了上百人 他們徹夜守候在現場 因為還有超過30名的乘客 他們不是沈默在水下 就是已經被囤奇的河水給沖走 這生還機率可以說幾乎是零 而岸上的家屬是交集的等候結果 卻一直沒有好消息傳輸 隔天搜救任務繼續進行 但當時氣完寒冷 又得進入冰冷的河水中搜尋 這潛水人員都冷到是不斷的發抖 卻還是得繼續輪流潛下水搜尋 連專業的潛水員都沒辦法在這樣的條件下 在冰冷的河水中撐這麼久的時間 而此時此刻家屬也明白 自己的親人已經沒有存活的希望 他們只求把遺體給找到 因此家屬在岸邊招魂 希望冥冥之中 他們能夠聽到呼喚 盡早被搜尋到 距離空難 邁入第四天 此時又碰到基隆河漲潮 救難人員是冒著低溫 只能夠手拉著手 連成了人鏈和同心圓 防止人員被衝走 空難進入第四天 持續搜救 碰上基隆河漲潮 救難人員冒著低溫 只能手拉著手圍成同心圓 展開搜尋 這個位置就是四號附星航空空難 飛機墜機的地點 鎖定這個範圍 搜救人員圍成同心圓人鏈 用腳觸碰 用手開挖 中心點再由潛水員下探搜尋 這個地點最重要擺在機首那個部分 因為那天的機首是炸彈室的往下傾斜 可能那個點可能會很深 在拉起的時候可能有大體 可能會掉在那個泥沼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會擺在這個地方 不只圍成同心圓 舊單人員也展開一字形 徒步向前搜尋 居方提供金屬探測器協助核底探測 但搜救任務實在太過艱鉅 因為連日浸泡在冰水當中 不少救難人員已經病倒 事發資金超過了一個禮拜 在第八天他們決定出動怪手開挖河窗 儘管這麼做可能會傷到失蹤的乘客 但這也是逼不得已的下下策 而家屬也同意開挖 因為他們只想趕快找到情人 我們就是要小心的開挖 我不能要求他多快 所以沒有時間表 應家屬的要求 用平底船配合挖土機來開挖 那這種方式是最沒有辦法的辦法 這起墜機事故 最終是造成了43人死亡 15人受傷生還 這死亡率是逼近7成5 那麼這15人是如何幸運生還的 原來他們都是機艙後段的乘客 他們第一時間沒有被河水溺斃 才能夠掙脫 從我們的空拍鏡頭 更能夠捕捉到 救命瞬間 有乘客還困在機艙內 他死命的拍打著窗戶 不斷的吶喊著 而僅存的乘客是爬出了機艙 無助的泡在冰冷的河水中等待救援 一名父親高舉著自己的孩子 用外套將他包住就怕他失溫 並且不斷的親吻著孩子 安撫他的情緒 而這一幕被外媒捕捉 更成為了國際媒體的頭條照片 他其實是早產兒 他出生了之後就606克 在保溫箱裡面住了108天 那我哥他也知道 他不能沒有這個兒子 所以我哥他發生這件事 他第一時間他就趕快把兒子 找到之後把他救出來 當時林明威一家三口 都坐在第16排 飛機墜毀當下 林明威馬上解開安全帶 起身搜尋 從座位附近搜尋 斷裂彈飛的家人 聽到妻子的哀嚎聲 才尋現找到兒子 但因為兩歲兒子 眼睛嘴巴都是泥沙 泡水太久的眼色發白 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對CPR一竅不通的他 發揮為人父的本能 口對口吹氣 才換回寶貝兒子的性命 道彥田是一直有喪屍過在恢復過來 所以懷疑是有腦震盪的現象 從水裡面救上來 那它有溼溫的現象 就是陰天地溫 那可能也有吸入性會員 所以二氧化碳偏高 就是在雪中的二氧化碳也要偏高 好像是有一點深重的 幸好經過搶救之後 兒子的性命沒有大礙 而妻子也只有左手骨折 一家人能夠在醫院再次團聚 實在幸運 而林銘信存者 陳忠銘 他在機上和其他乘客 臨時換位 卻因此幸運地逃過死結 剛起飛的時候 引擎沒什麼 就感覺沒什麼力 沒什麼聲音 跟他平常做不一樣 那他有感覺再飛一次 再拉一次 可是就 他自己感覺是應該就要掉下來 原來是18V 可是他都換到17的另外一側 另外他原先做的那一側 其實應該是都淹在水裡 那他這邊其實已經淹到 他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可是因為受傷 所以安全帶打不開 所以是有呼喊之後 有個救命恩人救了他 而不是那個人 他應該已經離開我們了 陳太太說 這個救命恩人呢 是這位72歲的老先生 黃金順 這撇給撇給 然後心中有事準備工作 就旁邊邊叫邊自己塞安全帶 就往他講往的就掉下來 黃金順的位置在第20拍 當時飛機還在空中搖搖晃晃 他就已經做好墜機的準備 而客機墜落之後 他先拔開自己的安全帶 接著再幫4名受困的乘客 解開扣環 這間隔不到10秒 水就灌了進來 差一點就要全員滅頂 他們在裡面已經快滅頂了嘛 我就手把拆開 想說一年又起來 然後又趕快啊 拉一個再拉一個 拉兩三個 有請願信 我大陸15歲就參加拿救護隊 不但解救4名乘客 黃金順在水中等待救援時 幫忙攀扶其他飽受驚嚇的旅客 還先讓2歲男童登上救生艇 自己才搭上第二艘船去醫院檢查 我經常坐水幫回去 不不不 我不怕 很多朋友就這樣澎湖的事情 就說千萬不能做 他說沒關係 生死是注定的 生死是注定的 那麼這場墜機難道也是注定嗎 成功回收黑盒子後 接下來就要交由飛安單位進行調查 來拼湊出墜機的真相 有專家就用墜機前的畫面 來推測失事的原因 可能是左側的引擎失效 才會導致飛機側翻90度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這個速度 引擎的這個速度 馬上擋架了 現在是飛引擎失效 那引擎失效 專家進入飛行模擬機艙 操作儀器 模擬復興航空搬機墜機前 如果擔任引擎失效 仍然可以起飛 把我的這個引擎重新再發動 所以我要執行標準的一個這個 啟動的一個這個程序 然後 把我的這個引擎 轉到這個發動的位置 專家強調在擔任引擎失效後 儘管可以起飛 但由於墜機前經過市區 前方有建築物 這時正駕駛必須將機頭抬起 反而福利不足 飛機整個往下掉 一到抬起來這個過程裡面 那我們的福利可能就會不足 就會開始慢慢往下降 那這時候 如果說在旁邊還有一些測空的狀況 我的飛機可能就會有一些偏轉 專家各自推測可能的結果 但一切呢 都得等黑盒子完成解析 才能夠得知真正的原因 但當時呢 只有富航的員工爆料 這架235號班機 本身交貨的時候就有問題 懷疑呢 就是因為這樣 才會導致引擎失效墜毀 當機師表示 這台AT272600型機 編號B22816的富航客機 在2014年交機時 發電機就頻頻故障 澳門曾經換過一個發動機 那經過我們回來 跟PWC的討論研究結果以後 他供應了我們一個新的發動機 所以他又裝了 另外一個新的發動機上去 出世的這架班機 不只交機狀況連連 2014年8月 1號發動機再度發生滑油外盛 緊急從法國運貨更換 只是發動機問題不斷 復興航空看在眼裡 為什麼還是照飛不悟 那個飛機其實有狀況 在轉交的過程當中有狀況 你有聽說對不對 我知道 在公司的人都知道 匿名爆料 引發揣測 更有說法指書 機長廖建宗在起飛之前 就發現引擎有異狀 記錄在登記表上要求檢修後再飛 卻因為地勤人員擔心 延誤被罰緩而遭到制止 而復興航空拿出了簽放記錄 嚴正駁斥這項傳聞 我們嚴重地澄清 並且告訴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沒有這件事情 同時我也可以出示 當天 這個 當天 駕駛員簽放 跟我的人簽放 的陣名 那麼 墜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幾個月後 飛安會給出了解答 同時也公布了當時機長的對話 這後然發現 這次的意外事故 的確和外界所猜測的 是陰輕發生了問題 的確 起飛不久後 右邊的二號引擎故障 不過這不是意外的主因 因為真正造成墜機的關鍵 竟然是因為機長關錯引擎 他把剩下還能作用的 左引擎 一號引擎關閉 而且他沒有第一時間的察覺 才會導致動力不足 整架飛機掉入基隆河 事發當天上午10點52分 班機離地起飛 38秒後 駕駛艙出現警告聲響 通知二號發動機熄火 10點52分43秒 操控駕駛員說 我把一號發動機收回來 這時監控駕駛員回答 等一下再確認 10點53分06秒 操控駕駛員又說 一號發動機收回來 同時監控駕駛員說 好 現在是確定二號熄火 但7秒後卻顯示 二號油門推至86度 一號油門反而回收到34.5度 10點53分24秒 一號燃油關段 過了3秒 操控駕駛員說 哇 油門收錯了 8秒後墜機 但是我們現在證據顯示是 Number One Engine 是被人為的收回來 最後shut off 所以因為它收回來之後呢 造成混淆兩邊 到底是哪一個是好的 哪一個是不好的 一定造成混淆了 而復興航空事後 賠償給每位家屬 1490萬元台幣 而大部分家屬也選擇和解 不過算上棚無空難 連續發生了墜機意外 這富航的營運呢 是大受打擊 虧損越來越嚴重 最終在2016年11月22號 宣布解散 可能有人會說 那以後呢 是不是坐後面 生還率會比較高一點 的確是有這樣的說法 不過要真的遇上空難 那機率啊 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那如果真的遇上的話 或許就是 幸運生還的老先生 黃金盛所說的那樣吧 生死是註定的 以上是這次的故事內容 歡迎有想法的觀眾 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是蔡炳宏 我們下次見